民国101年11月23号 当年桃园有10个爱心单位 包含企业及家庭主妇共同出力 捐赠了两部偏乡倒载车给华山创世基金会 让基金会能提供更多资源与服务给偏乡长辈 捐赠典礼上还邀请了幼稚园小朋友表演倒载服务行动剧 以活泼的方式模拟华山创世基金会服务张车的情形 让基金会十分感动 我们大部分倒载车都用在协助就医 或者是像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物资 大批的物资要捐赠给长辈 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在帮长辈清理家里的时候 也很需要就是我们倒载车的协助 那华山在春秋两季还有举办交游的活动 那也就是透过交游的部分 也是需要由我们的倒载车协助长辈做接送的动作 这两台车我们就是即将用在大圆跟杨梅的部分 可是我们在十三厢正在我们的平城观音 还有新屋都还是很就是缺乏倒载车的部分 所以很希望说能够借由今天的活动 能够号召更多的企业 或者是赛星人士都可以一起响应 支持华山的倒载车的目击 当年华山创始基金会桃园区宪政长表示 基金会在全台设立了291个爱新天使站 服务近13000位失能失智及失衣的长者 而无论陪长辈就医还是运送物资到偏乡 都需要使用偏乡倒载车 因此十分感谢捐赠单位的大爱 两辆车将分别在大圆和杨梅来服务 然而当年在桃园平镇观音新屋这三个乡镇 还没有倒载服务车 因此当年华山基金会也呼吁外界爱新人士 一头来协助偏乡长辈 绝合报道